我国在今天一口气新增了八名境外一路的新冠病毒个案 而其中有三名感染者就是昨天搭乘英国反台班级的旅客 案792就是在下飞机之后两体温出现发烧症状的旅客 后来证实它染疫 而核酸检测值呢CT值是来到了15.7 显示才刚刚发病不久 而另外还有两名感染者 一位是英国级一位是本国级 他们的病毒量都偏低也没有任何的症状 很可能已经感染一阵子了 还有剩下的111人 目前也在集中检疫所进行14天的隔离 当中有5个人有相关的症状 出现了流鼻水还有鼻塞以及有痰等等 还好检验的结果目前都是阴性 不过还是会持续的追踪 背着后背包全身包得密不透风的男子 在检疫人员的引导下独自走上救护车 走过这处清洁人员也火速消毒 这名10多岁的男子27号搭乘华航CI82 从英国返台的航班 一下飞机就被发现高烧到39度 当场被送到医院进行裁检确诊 核算检测CC值15.7 显示才刚发病不久 也会进一步确认是否感染到变异病毒株 而这架载着127人的英国返台航班 一共有三人确诊 除了发烧男子外 另外还有两名确诊者至今没症状 在入住集中检疫所经过裁检后 才发现染疫 CT值都有30级代表已经感染过一段时间 而剩下的111名旅客则是继续集中检疫 当中还有5人有相关症状 幸好裁检结果都是阴性 流鼻水那也有一点弹这样子 那但是状况都不是很严重 裁检目前都是阴性 我们会持续在追踪它的这个状况 就怕会有阴阴阳阳验不出来的情况 指挥中心也将持续关注 这些返台旅客的健康状况 不容许有任何漏洞出现 这位提供本来台报导 好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关注 这位从英国返台的旅客 他其实已经出现了发烧到39度的症状 最后确诊 外界就质疑了 那么为什么这名男子当初还能够从伦敦登机返台 跟武汉包机相比 对于发烧的民众是否可以登机 是不是有两套标准呢 台北市长科文者就认为了 如果真的是登机前就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应该要立刻把旅客拦下来 按照SOT程序来进行把关 但是指挥官陈志忠强调 这名案792的男子当时在登机前 量了两次体温 其实他都没有异状 是一直到了来到了台湾 下飞机之后才烧到了39度 那么至于说他事前有没有服用退烧药 也无法完全掌握 希望患者能够诚实以对 27号下午从英国返台的航班 其中有旅客发烧到39度 立即搭救护车后送医院 但却引拔外界质疑 与过往武汉包机相比 这次民众发烧却能搭上飞机 是否有两套标准 台北市长科文者认为 应该要照SOP程序严格把关 这我就看那个登机前的检查记录 如果他真的是发烧 他就应该把他燃下来 如果他真的是发烧上飞机 现在就惨了 现在全飞机这么多 你现在怎么处理 就在外站是查 就是他量过两次 一次三六点五 一次三六点六 那如果提到退烧药 那就那东西无法挡掌握 所以我们希望一直希望 能够诚实以对 指揮官呈时中强调 体温和病毒随时都在变化 无法用单一时间点 判定发病可能性 其实这名男子当时在登机前 量测两次体温都没超过37度 并无异常 而是在下机后才烧到39度 至于有没有事先服用退烧药 无法完全掌握 仍有待调查 但仔细比一比 这次航班从英国飞回台湾 不像二三月的武汉包机 走专用机棚 而是进入航下 采取动线区隔 另外也没有出动化学编支援 只有在入境后 以及检疫期满时 加强两次裁检 如此一来 会不会出现防疫漏洞 基本上还是把它当作高风险 可是因为我们对 现在目前对这个疾病 也比较了解了 所以如果他们戴着口罩 保持距离的话 张网所一般通道 这应该也是可以的 医师认为台湾防疫措施 在世界各国排名数一数二 依照现行方式 足以降低感染风险 这是这回英国航班 反台的规格 对比武汉包机 两者防疫模式 也难免被比较检视 记者继续报道 英国反台班机 在昨天傍晚抵达国门 侍逢英国传出变种新冠病毒 那么今天又出现了 机上有三个人确诊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有立刻就将机上所有的乘客 採检之后就送到了 集中检疫中心来隔离 而指挥中心也表示 隔离乘客的心情 大部分都蛮平静的 不少人甚至说 终于回到了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而台式新闻也独家取得了 集中隔离检疫所 民众他们所吃的早餐 还有午餐的便当照 我们看看 像是这个有咖啡 那么这个咖啡还贴心地 附上了奶精跟糖包 以及这个午餐便当的菜色 其实也是非常的丰盛 每天都有更换 那么都让隔离的民众 倍感贴心 现在身体状况还好吗 都开啊 其实有点累了 因为手势太多 好不容易从疫情肆虐的英国回来 尽管身心疲惫 一下飞机还是不忘向镜头喊话 台湾因为做得很好 回到台湾真的好安心 不少人直呼回家真好 目前除了机上三人 筛检后确诊新冠肺炎到医院治疗 机上其余110名旅客 全入住集中检疫所隔离当中 电暖炉 加棉被这些我们都会帮他处理 感觉上都觉得很安心了 那在这个简短的交谈中 也有说到说回家很好 那到世界这个最安全的地方 台湿新闻独家取得 集中检疫所隔离民众提供的早餐 和中餐便当照片 包括有附上糖包 奶精的热咖啡 还有口味清爽日日更换的便当菜色 都让隔离民众倍感贴心 外国人的部分也有提到 觉得我们这里的防疫 跟他们比起来是认真很多 这个封城可能会有一到两个月 干脆回台湾 那台湾的确是在世界上 应该是属一属的安全的地方 反观还置留在英国的台湾人 真的是两样情 担心染疫上升 但想回国谈何容易 除了要提早预约 做核酸检测取得阴性报告 想买张机票回家 价钱也贵得吓人 光是经济舱的票价 就比平常贵了三倍 但能顺利回到台湾 相较国际疫情严峻 台湾防疫措施 都让无论是硅谷国人 还是国际旅客 印象深刻 就综合不到 纽西兰警机师染疫还啪啪造 甚至导致台湾防疫出现了破口 让外界质疑 台湾的机组人员防控管理 是否出了问题呢 指货中心也公告了 最新的管控措施 从明年元旦起 抵台的班机都要实施 加强版的国航机组人员防疫措施 人本机师跟监护人员 要居家检疫三天 空服员要居家检疫五天 现在一律改为七天 检疫期满前呢 也要裁检PCR 那么之后呈现阴性 才能够进入社区 那么进入社区之后呢 还要紧接着执行 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在这期间 禁止出入喜宴 酒吧 夜店 百货商场 夜市等人潮密集的地方 更不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自从爆出扭机机师燃疫 啪啪走 还因此造成台湾出现本土案例后 航空机组人员的防疫 到底该怎么加强管理 指挥中心公告最新管控措施 机组人员返国后 原本机师几监护人员 要居家检疫三天 空服人员居家检疫五天 现在通通改为七天 而且检疫期满前 要PCR采检 阴性才能进入社区 接着执行七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期间原本规定 不得到人潮聚集的场所 现在也都改为禁止 出入酒吧 洗烟 百货及夜市等场所 更不能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对此空服人员职业工会 也提出建议 担心中间有交叉 感染的疑虑 就是他虽然在检疫期间 没有去进入社区 可他仍然要可以上机 接触其他的乘客和其他的空服人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很担心 希望可以加强裁剪的频率 而不是只有 在七天裁剪满之后才裁剪 另外针对基础人员 检疫时派飞也要专案管理 抵达外站和饭店时 全程要有专门出口及专车接送 基础员只能在房内用餐 入住饭店时不得外出 而且饭店人员要负责录影监控 一旦所有防疫措施没有做好 不止基础人员个人要受罚 还会对航空公司技术处分 未来航空公司如果属于 督导不周的部分 法律的采取以外 我们如果情况严重的话 还不就是不排除 再把它做一个减班的一个线索的 一个行政的一个措施 新制预计明年元旦上路 对此国际航空也纷纷回应 会遵照指挥中心和民航局的规定 办理严格落实防疫 记得邱玉婷渝林与台北采访报道